当我和女友假装在弟弟面前闹分手 来来来来 你什么意思啊 我免费叫你这句话话 你还行我叫不好 你是叫的不好啊 你看这话的什么东西 草莓熊啊就是 行我叫的不好是吧 那你叫别人家 好那顺便咱俩也别谈恋爱啊 直接分手好吧 为什么 哥哥什么是分手啊 分手就是 不在一起了以后再也不见面了 这个意思 哦 耶太棒了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赵老师分手你这么高兴 干嘛啊 我和他分手了不见面了 这样我就不用跟着赵老师一起去问话了 哈哈哈哈 同学也不发誓 就算我和你哥哥分手了 我也一定会帮你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美术老师的啊 啊 这位 而且这个美术老师肯定比赵老师更严格更凶 话得不好还会打你屁股哦 那哥哥你还是别和赵老师分手了吧 分手怎么能说不分就不分啊 还是吧 呀 于是弟弟为了不让我和赵老师分手 开始方向错误我们 哥哥你们比赵老师分手吗 我们总之都算是最高兴的美术老师 还好吧他 赵老师你也是 虽然我哥哥等的很久 但是他心里很好爱 以后可能会在里面 好了好了别说了 这样你现在考试搞个双百番 我就考虑和你们赵老师分好啊 对你要是否要分到赵老 不仅合一个可爱 你去买个大餐膏 好我保证好 先提一礼双百番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